我国5G网络普及化 通讯部部长法米表示 截至今年1月31号 我国5G使用率 已经从去年11月的12.5% 跃升到29.9% 全国约有1007万5G网络用户 这个成绩让人感到鼓舞 对此法米在感谢各大电信公司之余 也提醒供应商未来责任重大 希望他们关注用户的需求 法米今天出席民讯5G活动后透露 他将在本月26号前往西班牙 出席2024年巴塞罗纳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介绍大马落实5G网络的成就 另外他也透露 通讯部计划打造一个基础系统 让新闻机构或内容创作者 在内容被盗用后可以做出投诉 他表示这些遭盗用的新闻素材 有可能被曲解或篡改 让人误以为出自于原创媒体的报道 感谢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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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